另外在中共的强力威胁跟逼迫之下 许多传闻媒体记者从昨天深夜就不得不离开了北平 台市特派记者许浩平刘忠记旁武豪已经在今天平安的脱险到达日本 我们现在就透过人造卫星请他们谈在脱险之后 他们的感想一直在最后几天在北平这种腥风雪雨之下 他们的感受如何 台市记者许浩平刘忠记旁武豪今天从北平平安的撤离 他们在台北时间中午12点15分搭击飞往东京 在台北时间下午4点钟抵达了成田机场 台市记者杨太明和他们会合做了访问 以卫星立刻传送回来 据他们表示北平机场逃难人潮很多 记得水泄不通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今天上午你们离开北平的时候 今天北平的情况怎么样 首先由浩平兄来看一下 今天在北平可以说整个世界上都人心惶惶 议论纷纷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民众积压的心理那一份 怨恨和对中共整个权力的失望已经可以说表露无遗了 那么整个世界上可以说不但很多没有办法进行 比如说商店没有开门学校没有上课 就没有办法持续的进行 因为几乎大家已经对这个政权感觉到相当相当的失望 我想在机场方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机场已经那个北京机场 北平机场上挤满了所有的旅客 他们都是 他们都 就我们所了解 他们这几天是到北平来投资 到中国大陆来投资 来教学 讲学 甚至待了好久一段时间的也都全部赶着在今天离开 所以今天在机场上等着waiting的旅客非常多 那么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 一离开北平机场的地面的时候 所有旅客都抱以热烈的掌声 那到了东京的时候 感觉到是一种自由的地区 闻到自由的气息 所有旅客也抱以热烈的掌声 可以发觉对于中共这几天来的这个血腥镇压 可以感觉是一种恐慌 是一种恐怖的一种统治的方式 我想这是一个一个迹象可以谈 至于在最近这几天 中共对于我们这个电视摄影记者非常的敏感 因为画面的不断传出去 对他们的这个观感都是非常的差 那我们今天到机场的时候 尽量能够把我们东西能够拆的都拆了 尽量不表示出来我们是电视的新闻记者 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 就是我们要登飞机之前 也就有这个有一个小姐跑过来跟我们说 所以现在中共只要看到 就是我们这些有录影带的照相机 都会把胶卷这些都会没收 我们一定要藏好 可是因为中共的明星实在是通通在反叛 反而帮助我们把消息流露出去 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最恐怖的也是最残忍的画面 回忆一下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这几天说实在只能有一个字来形容的就是惨 几乎无法想象的那种景象都出现在面前 对于手无寸铁的民众 肆意地开枪射击 对于已经撤离的学生任意地扫射 甚至对于在帐篷里面不知道要逃走的学生 用弹个车反复地碾压 身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们在现场看的 我们几乎无法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而到事后所有的民众 甚至同学还有大家聚在一块 通常谈的都T字重横抱头痛哭 觉得说中国人这么可爱这么善良 学生这么理性这么有秩序 只是要求一个简单的对话 希望注重全民的民主自由 但得到待遇是这样子 所以这几天的感受只能说 真是经历一个历史性的一幕 我这边也要提的就是 中共的所有传播媒体 从事件发生开始当天一直到现在 他都认为是一小撮的暴乱分子 可是从我们在整个大北平市区 所看到的各军队重要的 入北京市的这个入口呢 全都是把车给烧了 把军车给烧了 另外拿公共汽车来阻打 可以看得出 这不是一个一小撮的暴乱分子 所能做得出来 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抗暴的一个行为 就我一个摄影记者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当我透过我的镜头看到 坦克车冲到我们同胞的人群里面 在里面横冲直撞 然后大家惊慌的逃跑 还有中共对着我们群众开枪 然后人倒下去 就是透过镜头我们看到 真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因为毕竟那是我们的同胞 自己残害自己的同胞 实在令人不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自从武力镇压之后 中共当局对外国记者采访方面 都处处的加以限制 或者是给予监视 在这方面你们怎么躲避 这个中共当局的这种监视 然后你们做得很逼真 而且很精彩的一些报告 这个职责所在 我们可以说尽了一切的努力 但是我们的旅馆最后被贴了封条 而且所有的行踪都被秘密的监视 但在这个情形下 可以说我们三个人交互的掩护之下 可以说尽全力能够在各种巧妙的方式下 能够做到最深入的报道 不过最重要是 这次在很多采访的过程中 也得到很多学生和民众 主动的协助和支持 因为他们觉得只有靠着我们 才能够把最真实的一幕 能够传送出去 就我们所住的这个北京饭店的服务生里面 有许多人都帮助我们 掩护我们 甚至在中共军队准备要进驻 北京饭店的时候 有服务生偷偷地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要赶快把东西藏好 赶快撤离北京饭店 虽然事前没有任何征兆 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离开 但是服务生偷偷地告诉我们 这也可以看得出我们也得到 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北平市的民众的帮助 这个在这个军队镇压以后 我们这个电视摄影记者算起来 算是整个我们采访过程是最危险 因为我们所持的机器体积非常的大 目标目标非常的大 那就是说在中共方面 一看到这个记者就是就开枪了 这样那所以我们在 我们这个一组人我们三个出去的时候 都要互相都要掩护监视 看到中共的军车来 该怎么躲都要靠他们提醒我 然后我们赶快躲起来 这样 那就是这个我们在摄影的阶段 反正就是这怎么讲 心里很害怕 但是该拍的我们一定要拍 比如说枪子就从我们脸上飞来飞去 但是该拍的还是要拍的 本当像你要视频 也不是 对